要結巴 也不要再閃開 回到自己的日常 可以看到LIVE的直播 曾佩慈就在我們現場囉 大家好 哈囉 好 有一種就是 有種媒體聯訪的感覺 這邊一台 這邊一台 對啊 很忙碌齁 我覺得現在呢 現在為什麼世界就變得那麼的忙碌呢 喔 真的 Always so busy 的感覺 剛才我們聽到非常好聽的歌曲 也就是來自曾佩慈的最新的專輯 裡面的 你離開他了嗎 很好聽 謝謝 那剛剛其實如果呢 你已經在我們的臉書粉絲團的話呢 你可以偷偷已經聽到 隱隱約約的聽到曾佩慈在那邊哼唱了 對 我忍不住耶 會齁 對 覺得太好聽了 就忍不住 真的會 真的很好聽啊 我自己亂講 就是那種 你知道 聽了幾遍之後你就會跟著哼 甚至你歌詞也會記住的一首歌 對 他真的是一首 蠻容易上口的K歌 對 一定會 一定會點播的 很好記的一首歌 但是這首歌對我 這是成功的 真的嗎 對 希望大家喜歡 真的希望大家喜歡 就是自己其實 雖然他的旋律好記啊 可是其實 裡面要表達的事情 我覺得 對我來說還蠻重要的 那我也不知道現在年輕朋友們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說 放下 放下一些 其實已經改變不了的事情 然後放眼未來 一直是我在學習的事情 那這首歌是 你經濟的什麼 就是一些有的沒的 哈哈哈哈 沒什麼營養 沒什麼健康 我們就好好奇喔 請看那個聯訪 那個訪問 最近都很多 不行 我行銷要回來一點 回來回來回來 對 之類的 其實這次專輯叫我愛你以上 其實提供很多 當然很多情歌 讓大家去抒發你的感受 可是對我來說 只有一個核心的觀念 我其實覺得要更勇敢一點 然後繼續向前走 對 就把一些過去的一些東西 把它放下 因為那些 對以後 對現在也沒有什麼幫助 對以後更沒有幫助的話 就把一些東西放下吧 對 然後呢 面對現在 面對未來 對 用愛這件事情 來取代其他一些 其實有一點 可能負面啊 痛苦 可能其實愛會超越一切 那這張專輯呢 其實有很多的 我覺得情歌 這還算是比較多一點 對啊 沒有那種黑框眼鏡的那種 輕快一點的 對 就是比較少一點點 那唯一這樣子的一個 感覺的歌曲 放在專輯的最後一首 叫我愛你 也是演唱會的同名主持曲 這個我就覺得非常特別了 真的啊 還有倒數第二首 我也覺得曲風來說是比較 不再怕寂寞嗎 對對對 也是比較 輕快一點 對 就是這次 專輯收錄了13首歌 為什麼你每次專輯都 比演家多那麼多首歌啊 第一張專輯14首是不是 對 所以這次稍微休息一首歌 13首 我比較會深 哈哈哈哈 我比較 我身體比較好 沒有啊 就是累積太久 你最近 你最近 在你記者會的時候呢 你又說什麼要結婚了 對不對 在結婚之前要開演唱會 然後現在又說深 讓大家很多的遐想耶 沒有其實 好 麥可哥我今天來跟大家 真心話一下 好來 說吧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 這張專輯配遲在宣傳的時候 為什麼好像不太正常 為什麼好像偶像包袱 沒有要揹在身上 對你怎麼了 其實一方面是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這 我覺得我是這一年這兩年 才開始意識到說 欸 其實你要先愛你自己耶 你要先欣賞你自己每一個特點 知道說其實你是值得被愛 被喜歡的 你才有可能 你裡面才有可能是滿的 真正的滿 那滿出來之後 那個 那個愛才能夠 就像滿滿滿 填滿之後你才能夠 湧流出去 然後真的去付出 真正的去愛 這是我這一兩年學到的事 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齁 愛太多了 TOO MUCH 我有點歪掉 有點爆滿了 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在說自己而已 可是這個 這個倒是 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要聽一聽 就是很多人不懂得愛自己 嗯 一天到晚就是啊 你愛我我愛你 然後可是有時候 真的是需要停下來 愛愛自己 看看自己 其實你自己 才值得去愛 愛了自己之後呢 你再去愛別人 或者你接受別人的愛 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是不是 我覺得他們可能 有時候是懂那個道理 但是真的 到底要怎麼做到 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到這個歲數你就知道了 那我這個歲數怎麼辦 我這兩年才學會的 嗯哼 那是因為怎麼樣 是因為演戲的過程當中 讓你體驗很多不同的人生的一些過程嗎 還是怎麼樣 去年呢 我拍了兩部長的戲劇 對啊 十個月都在拍戲 對啊 然後身心到了一種 很煎熬 嗯哼 我覺得 就是你忙到一個地步 你會覺得 第一個是拍戲你要演別人 是 你沒有辦法很多自己的 當真配詞的時間 嗯哼 就是我永遠要活在角色裡 沒錯沒錯 但是 呃就是他有一種 有一種人格分裂的感覺 可是又都是同一個你 嗯哼 然後一方面是精神狀態壓力大 嗯哼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演戲的時候 做戲就是很不正常 你要長時間工作 嗯哼 你為什麼要指我啊 沒有 你說硬糖發黑的時候為什麼要指我 不是啊 我說你說你在賣錢 我的硬糖有那麼黑嗎 對 硬糖發黑 哇 你剛剛好明顯在指我 就像硬糖發黑 沒有我不是這個意思 唉呦受不了 就我講話的時候會習慣演一下 所以我就不能 我沒有那個意思 硬糖發黑 很黑 太晚了 真的 一切都太晚了 我自己啦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醫生 或者照個鏡子 起碼 OK 我剛剛一直是 別人看到我的時候 可能會說 真的請你硬糖發黑 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我身心都到了一個極限 嗯哼 可是其實我當下沒有發現 然後我當下只覺得不行 我就是要把戲演好 我就是要把工作做好 嗯 然後我心裡一直有一種 這是一種責任啦 也是必須要做完這件事情嘛 對 然後再加上年紀呢 自己會給自己一種責任感 我會覺得 欸我什麼時候 能夠更突破一點 嗯 不是說我不喜歡過去那些事情 嗯 那都是累積 但是 對 一個對自己的 一直在鞭策自己 然後弄到最後我自己有一種 我累過頭了 嗯 然後我突然想逃離 就拍完 我覺得 好想影視一下 對 然後 給了自己一段時間 去一個人旅行 才發現其實 對 對 這個又是我想要聊的 一個人旅行的感覺是怎麼樣 當我看到一個報導說 你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在回想說 我一個人旅行 我都 都不太記得 我一個人旅行的時候那種感受耶 你們來告訴大家一下 你一個人旅行 為什麼突然間會想要一個人去旅行 這次的一個人旅行其實 我晚上還是住我朋友家 嗯 當然沒有到完全是 全部都自己來 當然第一次的話 一個女生還是會比較 有一些顧忌啦 對 如果有朋友在那邊 當然是最好 然後語言又不通嘛 是 那其實會想去 一方面是我覺得 我需要脫離現有的環境 那當 其實那時候有考慮 那我去打工好了 我去咖啡店打工 我去素食店打工 我去便利商店打工 可是因為在台灣 嗯 我就是沒有 我覺得不可能 我還是會 因為你已經是藝人了 大家都認識你了 你拍戲有那麼的 受歡迎 你的歌曲也是 大家都會的 然後你突然間 在一個咖啡店出現 有點像 對就是 像個整人的那種節目吧 對 然後就 怎麼想都覺得 會不會還是 會有人認出來 然後覺得好 當然 除非你要怎麼樣去變裝啊 好難喔 所以打工這種 改變生活的模式的方式 就只能捨棄嘛 那我就想說 好 那不然我一個人 出亞洲旅行 我之前有去日本 也是有辦一個人旅行這樣 然後覺得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嗯 那到底是亞洲 對不對 當然是亞洲 然後就選擇去墨爾本 那一方面也是 其實 呃 我也單身很久了 嗯 然後我覺得 自己一直在 還是會懷念過去 嗯 覺得自己這樣很奇怪 嗯 我怎麼那麼念舊啊 都要念舊到什麼時候 那就是於公於私都覺得我來趟一個人旅行 看能不能夠改變自己 然後換一個思考方式 你覺得有用嗎 我覺得有用 嗯 所以我今天其實從 曾佩慈身上 尤其是年輕 我覺得聽了之後呢 應該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嗯 剛才有說 有很多過去的事情 OK 你把它放下 嗯 要學會放下 還有呢 就愛自己的部分 對 然後再來呢 就是如果經濟狀況許可 是 或者時間上許可的話 有時候呢 其實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機會 可以去充電一下 可能不需要走得那麼遠 到國外去 對 可能是在亞洲 或者在台灣另外一個城市 都可以 其實也可以 對 做到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充電的一個作用 對啊 對不對 其實很有幫助的 我覺得很有幫助 嗯 而且現在的他們在放暑假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學生們 他們 嗯 不管成不成對 他們一定很在乎 他們的人際關係跟友誼 對 可是我想跟你們說的是 偶爾你把自己放到一個 你自己跟獨處 嗯 自己可以跟自己獨處的機會說 你會發現 哇 你認識的你自己 比起別人口中的你 我覺得你會看見更 特別的你 更特別的自己 更特別的自己 更真實的自己 對 嗯 不一樣的自己 OK 其實剛才呢 我們已經聽過偏愛 還有就是剛才我們聽到非常好聽的 你離開他了嗎 你離開他了嗎 你要不要再介紹一首歌曲 那不然我們就來聽 和自己相遇 嗯 好啊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 我在唱的時候 因為這首歌的歌詞是 嗯 特地請那個 嗯 我有一些很想合作的 做的老師 是 那這首歌是小韓老師寫的 是 那會想要跟他合作是 因為之前看到燕姿的專輯 我覺得 欸 小韓老師寫的歌詞都很 讓我很有感觸 嗯 然後就把這次 因為 因為 包括墨爾本旅行 都是在 收割之前 然後我們就 跟公司開會 嗯 那 就請小韓老師寫了一個詞 這樣 然後 一拿回來就覺得 就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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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來聽一下這首歌 對 呀 這是一通開麥了 現在是下午4點28分的 最好我旁邊是Pets 也就是曾佩慈 帶來他的最新專輯 大家好 我帶來了我的最新專輯 我愛你以上 嗯 其實呢 有很多你的粉絲 也是我們聽眾朋友 嗯 有留言給你 問了一些很多的問題 那 先來回答之前的一個 你比較想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我看到一個還蠻想跟大家講的 是 我有看到一個朋友問說 我要找找看 我的演唱會嘉賓 考不考慮請星光二班的其他酒味合體 所以這個是我們surprise嗎 登登登登 呃 成本太高 哈哈哈哈 沒有啦 但我們有在講 呃 我們的群組真的最近有在討論說 我們可不可以 呃 能夠參加就參加 然後我們幾個 maybe真的是自費 嗯 反正我們就是 有這樣的誠意 有這個誠意 有這個想法 然後把大家抽在一起 辦一個演唱會 只要檔期可以OK的話 覺得 覺得有可能就對了 對對對 OK 欸這個是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說你們那個時候 一起參加比賽嘛 對不對 可能一起比賽 所以有這個革命精神 也不一定 但是呢 你們也是彼此是競爭對手啊 對啊 所以那種感覺到底怎麼樣 你們最後還可以成為朋友 其實 對我來說 我在比賽的時候 不敢交朋友 嗯 因為呃第一個是 練歌都來不及了嘛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我也沒有辦法一次做兩件事 就是比如說 我們在後台準備或什麼的 嗯 而且一方面 呃從技術層面考量 你一直講話其實會影響唱歌 嗯 那我 我是一個不鬆的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後台跟大家 聊聊聊聊 然後等一下就去唱歌 去比賽去彩排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在緊繃狀 是對我來說 我個人是到了我們發 合集的時候 合集的時候 我才完全放鬆做自己嘛 然後 大家在宣傳的時候 都坐同一台車 是 然後 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大家的感情 非常非常的緊密 那他們有沒有說 曾佩茨妳怎麼了 突然間 突然間這個轉變啊 可是其實我覺得 只有少數人 嗯 我覺得那時候文英跟 大Q 呃 他現在叫秉諾 是 嗯 他們兩個是我看過最鬆的 嗯 但是 文英他就是 一講話你就覺得 欸 天兵 天兵的個性出現 可是他在準備的時候 你又知道他很focus 在那個狀態 哇 然後後來大家一起 坐保姆車的時候 其實根本 不care 因為沒有比賽壓力 嗯 就是 反而那時候對我來說 呃 是大家可以卸下那些比賽的東西 真正做朋友 真正做朋友 對 然後可以Enjoy彼此的 對 存在喔 好 你的演唱會呢 其實是在8月5號嘛 8月5號 在TICC 對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那邊舉辦 沒錯 那聽說好像現在票已經幾乎是買不到了 買不到了 那 因為他其實在那個售票的系統就是賣光的狀態 嗯 那據我所知 有些公民朋友他們可能日子又靠近發現 啊 他有事情排不開 對 對 那 好像他們 沒有嘉賓嗎 可以加熱嗎 沒有 沒有嘉賓 沒有 很冷耶 沒有嘉賓 沒有嘉賓 可以講嗎 沒有嘉賓 沒有嘉賓 海外我不知道 OK 有驚喜嗎 有 一定有驚喜啊 演唱會一定會有驚喜的啊 光是我穿不一樣的衣服 應該就是一個驚喜了吧 說起衣服喔 這次這張專輯裡面的一些MV的衣服很好看 超好看 真的嗎 好看好看 真的好看 真正有品味的人在這OK 真的好看 真的好看 因為他們喔 很有個性 但是呢又有設計感 對啊 我的歌迷很喜歡我某一種髮型 跟某一種造型 我常看到希望我穿high fashion的宣傳服啊 或者是什麼渣耳厚 但是你 我如果穿那樣 你們一定認不出來是我 OK 怎麼可能這麼有情和力 那就可以去賣咖啡了 如果你穿那樣的衣服對不對 你不是很想這樣子嗎 我如果看到這樣的電影 我會覺得 你有事嗎 所以還有聽眾問你 就是說 他前一陣子看到你在節目當中呢 有煮咖啡 所以你會不會有這個計畫 要自己開店呢 我蠻想的耶 其實很多人好像都對這個 開咖啡店啊 會開一個小餐廳 有所向往 對 其實是很累的一個工作 對啊 很累很累 你什麼事都要自己來 自己來啊 會希望 後面要準備的工作 其實一般人看不見的 對 哪天我如果真的去開咖啡店 是 我可能 你還說什麼 好怕你說下面的話 是什麼 這次兩年半才發第二張專輯 對啊對啊 開了一個咖啡店 我就不知道還要再拖幾年 就是說啊 所以先專心唱歌 而且你剛才又說什麼 你那個記者會說要結婚 然後現在又剛才又說生孩子的事情 根本不曉得你在幹嘛 我真的是喔 想什麼就講什麼了 對 太好玩了 然後呢 剛才還有聽眾我來看看 我不要漏掉一些聽眾他們所要那個 喔還有呢 今天呢 其實曾貝斯有準備禮物要送給大家喔 也就是一個美妝用品 是眼部的美妝 眼部的 嗯 然後準備三份 總共有三份 所以也請曾貝斯利用這個時間呢 去想想看等一下要怎麼考他們 對 考到他們 對 那前面 說對的三位呢 有機會得到這個美妝用品 那今天呢 我們是透過這個臉書粉絲團 也就是popradio臉書粉絲團呢 去回答這個問題 是 OK 現在自己要登錄 然後呢 在臉書粉絲團回答這個問題呢 才有機會得到這個美妝用品 所以今天我們不開放APP 我們是開放這個臉書粉絲團 嗯 OK 有人說你的那個髮型很漂亮喔 還是有人喜歡今天的髮型 今天就是自然耶 我沒有抓 也沒有那個 會想要出書嗎 不想 不想齁 你就不是那種 可是寫真書都還OK啊 就旅遊的時候 那順便拍一下寫真 應該說出書 我就要準備好了再出去 然後我會希望那個出書 所以是很謹慎的 對於你知道 你要做一個事情 一定要做到完美 一定要做到好 對不對 對我之前出的那本書裡面 收錄了一些 我自己以前沒事的時候 我會把一些心情啊 或者是 我會寫出一些像詩的結構的文句 然後我就會 那我覺得你的粉絲會喜歡耶 對啊他們還蠻喜歡 所以我覺得再出書的話 要特別一點 如果像唱片跟演戲看到了我 那就沒意思 OK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應該 他是訪客 他應該是住香港吧 他說你會不會在香港開演唱會 會不會去香港 可能是做宣傳 也可能是演唱會 我公司是跟我說 有在計畫了 有在計畫 但確切時間我還不知道 OK 所以如果人家關注你的話 只要上你的臉書粉絲頁就可以了 對 有藍色勾勾那個 藍色勾勾的 浮帽唱片的也可以 也可以 就可以找到你的最新的訊息了 沒錯 那除了演唱會之外呢 最近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一些活動 可能也沒有時間吧 就是慢慢的要 簽唱會這些也沒有了 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都告一個段落 現在其實你在緊鑼密鼓 準備演唱會了 對 其實要開始慢慢調整狀態 因為 你要怎麼準備啊 每個歌手其實有不同的方式 你呢 我應該是瘋狂練歌 那個時候在比賽的時候 我一天可以練超過六小時的歌 而且是連續 就對著一台電腦 你的聲音 那些會不會很考驗 後來唱壞了 所以去唱 最近有去 一直在上唱歌課 那其實 這次演唱會我還蠻重視我自己 歌聲上的進步 所以我希望能夠讓大家聽到 不一樣的聲音 OK 那我們再來介紹一首歌曲 那大家要準備好 好 等我們聽完歌之後 廣告之後呢 那個曾貝斯就要問你們問題了 就有機會得到這個美妝用品 眼部的美妝用品 那我們再介紹一首歌 好 我選嗎 對 然後介紹一下那首歌 我要介紹那首歌 或者有沒有一首歌 其實在錄音過程當中 覺得最 最難去 難去 做得很好 你需要糾結很久 偏愛真的是很糾結 偏愛超糾結 但我們剛聽過偏愛了 我已經已經聽過了 所以我們來聽一下 現在這個時間 我覺得很適合聽 對 又不是非要你的愛 對 好 它是一首 我要介紹 是 詞曲都是Tank做的 然後我覺得這是 我沒有嘗試過的類型 因為它中間有一小段 算是Bridge吧 但是有點念唱 本來想要 跟製作人想要嘗試直接Rap 可是我發現今天Rap實在是太 有點 跟前後的旋律 對 怕那個氛圍 或者是我的感覺沒抓好 所以有點 類似有點念唱這樣 但是它還是有旋律在 那這首歌也算是我唱過歌詞 最直接明白 最率性的 我又不是非要你的愛 所以蠻適合你自己的個性 對 我覺得大家其實 就像我一直在說的 我覺得我們不要從別人那邊 一直索取愛 就自己先補滿自己吧 我們聽聽看吧 好 開麥了 這幾通開麥了 現在是下午4點43分 在我們現場是曾沛慈 然後透過我們的臉書粉絲頁 也就是PopRadio臉書粉絲頁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直播 那等一下呢 你覺得好問題了嗎 等一下呢 其實曾沛慈就會問一個問題 讓我們這個聽眾還有你的粉絲呢 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就有機會得到這個美妝用品了 眼部的美妝用品 但是今天呢 不是在App上回答這個問題 是在我們的臉書粉絲頁上面去回答 那很抱歉 這個只限於台灣地區的朋友 OK 所以台灣以外呢 就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要把這個禮物送給你的話呢 會有一些 就是技術上的問題 OK 所以呢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 會很難嗎 不會 不會 可是我的一個問題裡面有需要兩個答案 可以啊 OK的 請問曾沛慈 現在正在上什麼節目宣傳他的專輯名稱是 OK 謝謝你 對 這個名稱要寫對 每一個字要寫對 然後該有英文字的時候也要寫英文字 對 對 再說一次 請問曾沛慈現在正在上什麼廣播節目宣傳他的專輯叫做什麼 兩個答案喔 OK 所以一個是我們的節目的名稱 一個呢 是曾沛慈的最新的專輯的名稱 我們都要寫對 對 才有機會得到這個美妝用品 總共準備的三份要送給我們的聽眾朋友還有曾沛慈的粉絲 對 OK 其實呢大家很期待你這個 很多人也說你很美的確很美 對 真的很美 然後呢 有嗎 有有有 還有呢就是很多聽眾朋友就是 他們讓我好難過 為什麼 怎麼說 我只要看到特票兩個字我就難過 其實聽到很多原因 因為現在呢就好提前的去買票嘛 對不對 因為如果不買的話也會搶不到 但是最後呢發現呢 因為最近大家都很忙 又是暑假的期間 然後大家忙的這個原因都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到了這個快到了這個演唱會的時間 就真的去不了 我也常常要幹這種事情 好的好的 就已經買了票 然後最後怎麼辦 那只好送給朋友 我好像也有過 是不是 對 所以真的有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 可是我現在這個是少數啦 好 真的是少數 所以不要難過 好 然後還有什麼問題要問你 剛剛我看到一個 演唱會後 除了想結婚還有什麼機會 我覺得你自己 你知道嗎 挖了一個大坑 對 我不斷地在捅自己 對啊 沒有啦 我其實想結婚當然是一回事 可是他急不得嘛 所以其實 我那時候講真的只是一個覺得說 好不容易人生發生一件這麼棒 這麼大的喜事 就是演唱會 那如果演唱會辦完 你看我的年紀也差不多 如果可以遇到一個對等人 該有多棒 你還蠻傳統 年齡哪有差不多 有差不多嗎 有差不多嗎 有 有 好啦好啦好啦 該不會要把問題改成奇問 但是這個不是真的 你真的有這個去結婚的計畫有嗎 就是說 你的夢想 我從出生到現在都在計畫 但是還沒有人 OK 那我覺得他要問的是 除了結婚之外 我覺得他也沒有那麼想像 你那麼快結婚 但是有什麼其他計畫呢 就是演唱會過後 其實今年 今年真的到從年初到現在 都是在準備唱片 方形唱片 宣傳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 年底會有很多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會一直以歌手成本 陪伴大家過完2017 那之後可能宣傳告一段落 因為 據我所知 海外可能也會辦演唱會 有一些地方 那這些是專心的忙完之後 才有可能 來看一下有沒有好的劇本 那也不會因為說 我發專輯 然後我就放棄演戲或什麼 是不會 OK 但是2017年 暫時呢 是以這個專輯 以歌唱為主 對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當然有好劇本來的話呢 也不會去排斥 但是呢可能會比較在 在2017 或2017尾 或2017之後 對 一定要有空檔才有辦法 對啊 演戲比較花時間 它不太可能短期 除非 被鎖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必須要把這個戲演完 除非是客串 或者是什麼 不然主演的話 就真的可能要等2017之後 那其實 為了這個演唱會 除了練唱之外 還做了什麼其他的一些 準備有沒有 體能 體能是怎麼樣去準備 我覺得每個藝人 我很好奇就是 比如說像妳 是怎麼樣去準備這一塊 其實我本來一直覺得說 我應該要去游泳 但是會衍生出一個問題 暑假每個地方都好多人在游泳 對啊 就是啊 然後我就覺得 除非妳有私人游泳吃 但是有幾個人有私人游泳吃啊 可是用我家的社區是沒有的嘛 那我又覺得穿泳裝在大家面前 在那邊游來游去 很奇怪 是啊 所以就是 就是 尤其是進那種浴室間沖澡間沖澡的時候 很容易被認出來 我就覺得很糗 所以 妳好直接喔 對 我真的覺得會很糗 對 然後 你看他你看他 你看他 他就換衣服了 而且游泳我不可能化個妝去嘛 為了游泳去買一套防水的化妝 我真的做不出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改一個策略 太累了 我做那個 比較偏 訓練核心肌群還有 也不到重訓可是 會去上課 有老師 對 要舉一些重量的東西 還是需要喔 還是需要 因為這個體力 這個演唱會通常是兩個多小時嘛 對不對 那個體力真的是很需要 對 體力我蠻擔心的 因為這次要唱的歌 數量 是我以往 比起以往最多的一次 對 所以就 不訓練一下 會唱那個時候在比賽的歌嗎 會不會 不會 我們知道 可能會聽到吧 可能會聽到吧 其實我還 我那個時候聽你一些 就比賽時候的歌啊 還蠻懷念的 都好好聽 比無哪一首 其實你第一場那個 夢一場 還有逝去的愛 其實我也覺得 就是說 你是完全不是歐陽菲菲 雖然你在那個 好像你有說 你是另外一個歐陽菲 其實你是唱 完全是年輕版本 一個逝去的愛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真的嗎 對 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好耶 嘻嘻嘻 有沒有機會唱這兩首呢 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等大家 就8月5號 到TICC去看曾佩慈的演唱會了 沒錯 嗯哼 如果你要follow曾佩慈的任何消息的話 也上曾佩慈的臉書粉絲頁 對對對 好最後一首歌曲 帶給大家的是 讓我帶來 好可惜喔 時間過得很成真快 今天 我們來聽一下一個 我覺得 這首歌呢 我自己聽我都覺得 嗯 我沒有在我的專輯當中 聽過我這樣子的 詮釋 以及 就是好 簡單來說 開頭就是 這是一首讓我媽媽聽了 會起雞皮疙瘩的歌 她自己跟我說的 她說她起雞皮疙瘩 哇哦 對那我們先來聽一下好了 嗯 不認輸的等 OK 謝謝曾佩慈 謝謝 掰掰